哈囉 各位同學大家好 歡迎收看 iTaiwan LIVE 玩樂創意 我是南國 今天為什麼帶大家來這邊呢 我跟各位說 你如果想在屏東市買大樓住宅 你沒聽錯就是屏東市 各位有福了 今天我們就要來看看 我們萬奇月山的微型山脈 Let's go HELLO 你好 我是南國 我今天想要來看房子 聽說萬奇月山非常的厲害 什麼微型山脈二道山房 这个听起来就很厉害 而且是在屏东 先来跟你介绍一下 为什么房子这么热销这么热卖 主要是我们公司万琪建设 它是在屏东 目前是建案量最多最广 然后我们从北到离港 南到临边加东 我们都有房子在屏东升更25年 了解 那我们看一下基地在屏东哪里好不好 这个地图非常详细 其实我们这次万琪月山 为什么这么热卖 也是因为我们的基地位置非常好 我们的位置是在屏东的市中心 屏东县政府在这边 我们的基地就在对面这个地方 然后是屏东高中的正对面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段 有非常好的保值性 在未来三年后完工 它的价值一定是翻倍的 要来胜利新春也一下子而已 我要去总图要怎么走 总图的话 其实我们如果是行车距离 大概是五分钟就可以到 现在最夯的总图 农健身房都在这条路上 然后餐厅啊 这边还有星巴克 星巴克就是我们流行时尚的指标 生活圈到了一定的水准 我们才会给一间星巴克开在这里吧 太棒了 那我们现在来 带我们来看看 什么叫微型山脉 那可以看到呢 我们前面这条路就是 忠孝路屏中的正对面 那我们从这个 公正四街八米的道路弯进去 那弯进去之后呢 可以看到我们的基地呢 是926平 但是我们没有盖满 我们有做一个15米的道路退缩 在前面呢规划一个绿郎 那就是符合我们老板 仲值油文建筑的实践者 这样子的精神 我们非常强调呢 这样子绿化绿带的规划 那希望说在这个房子里面 有达到画龙点心的效果 那可以看到我们这次呢 总共规划是两栋建筑物 地上是三层 地下两层 一层里面是一个五户 那有二到三房的房型 那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们的停车位 我们每一个停车位呢 都是平面的停车位 每一户可以配一个停车位 跟一个机车位 那可以看到就是 我们一楼的部分呢 我们都是规划公社 这次有规划 像是一楼 有一个很漂亮的营丁大厅 我们有健身房 服输室 还有妈妈教室 那都可以供这样子 社区的住户来使用 那可以看到 我们这次房子的规划 我们每一户都是 不管是两房三房 我们都是三面采光 王正的三面采光 然后呢 像我们这次要看的 两房的房型呢 它还有两个阳台 跟两个卫浴 那我们就请我们销售专业 来为您介绍 大家好 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两房 它是一个三面采光 而且结构基本上 柱子都在外围 入口进来 我们还有客厅的前阳排 每一间厕所都开窗 房间都非常的方正 而且每一间窗户都有 采光非常好 厨房后面工作阳台 还有设计一个冷气的平台 以这个格局来讲 整个屏隆寺是找不到 这样子的两房 非常漂亮的深夜采光 那基本上 它的频数落在27坪 公设大概338 室内大概有19坪左右 我们来看看内装好不好 没问题 这个内装看起来 就非常的高档 对 来到我们的工学馆 那可以看到呢 我们呢 都是使用这个肿醇水弯 那它就是说 你可以当成清洁 当成维护 不用再去借人家的loading 那可以看到我们的磁砖 然后还有我们都使用 大桶的气密窗 就是空间是非常好的 那还有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的电子锁 那它们是三合一的电子锁 可以使用钥匙密码 还有那个卡片来解锁 这次的卫浴呢 是西班牙的ROCA 最后跟你强调一下 这是我们装置呢 的不锈钢的所有的水龙头的部分呢 我们都使用304 实用等级的不锈钢 而且我们是定制的 有另一个万奇建设的LOGO 那我们就是处处用心 为客人着想 我们有特别规划一个VR 闪屋专区 那现在呢就是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来这边呢 然后戴着我们的VR眼镜 然后就可以直接清零感受到 你在房间里面规划的空间设计 好 开始 现在我们要跑去万奇岳山 好 跑到了 我们现在先看一下主卧室 这主卧室真的还蛮大的 那个床应该可以放到这种 超大尺寸T size的那种问题 透过影片的介绍 您是否也觉得意犹未尽啊 屏隆市的发展越来越好 但是房价也水涨船高 现在不买 要等何时 如果你对万奇岳山有兴趣 欢迎来接待中心走走看看 来万奇岳山 阅读自己的山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